歡迎收看 起步站 我是黃培塑 討論經過昨天的一個大漲之後 今天這個地方震盪 這個震盪應該是相當的一個正常 我說這個地方我們是主張 主張如果說它有機會往上 應該是一個V字西坡 也就是說針對這個脈動 1月5号到10月5号的推动结束之后 这个往上推升结束 它做一个三段的一个A波 然后应该有机会是一个三段的B波 B字A然后B字B 然后应该有机会一个B字C 这是第二个 我们之前跟你谈说第二个理由 这个地方有机会往上走一个B字C 或者说它这一段推升结束 然后这边整理也都结束 往上推那个第五指三波 那当然这是比较乐观 那不管这两个结构 这个地方都有机会说 先走出来这一段往上 好 那这一段往上怎么走 头部你看这一段 我们看它的小时线 最高点18619 这三段的一个 这小时线这个就比较迈动很清楚 三段的一个大A波 说B字A B字B然后A字B字C 你这B字C要往上走 有两个架构 有两种模式可以再走 第一个说它再测一次低点 也就是说你看 它现在是1750 它推上来昨天高点以后 它压回来 压回来以后 它再测一个低点再往上走 那当然如果能够再测一个低点 当然应该是 做指数来看的话 你如果往上做多的话 当然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再测一个低点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结构就是说 它没有再测点 就是说这个地方先推一段出来以后 它做一个横台式的震荡 那这应该是基本是需要的 也就是说 好这就算它真的能够开始 已经推了 B字C开始走的 一个初生段已经走出来了 推出来 它应该还要做一个 来回区间震荡 一个是类似 类似如果说以短线来看 它是属于高档震荡 以这一段低点来看的话 175是这个地方 推大量这一段 它推上来以后 它来来回回横台震荡 那针对这个脉动来讲的话 针对这个相对低来看 它是一个推出来以后 因为昨天推大概快300点 推出来以后 它做一个横台 等于是一个类似 短时间来看是一个高档震荡 所以像它这种 今天这个结构 它拉回来再上去再拉 这个地方应该还算标准 就是说它做一个横台震荡 横台震荡以后要推才能够推 所以说我说你这个地方 直接要往上推 机会不高 好 做一个横台震荡就很漂亮了 好 那横台震荡 你说拉回幅度会不会很深 其实就大概今天这个幅度 我看是就差不多 等于今天这种结构的幅度就差不多 可是你相对来看 等于你看法 你这一段推出去那么长 然后这个拉回来感觉就一点点 类似0.382的那种结构 一个很高档的震荡 这个地方应该需要再震荡一下 能推的话才能够再推 但是我说这个地方要往上推有两个结构 一个是再测一次低点再往上走 另外一个时候它已经推出去了 那它要测低点没有了 就在那边震荡 那当然这个时间会告诉我们 你这个地方震荡的话 它需要时间整理 高档震荡整理 那如果一旦出现震荡整理 你就知道说接下来的方向应该是往上 那如果说它要测低的话 大概明天就测低了 不会拖很久 老师你这两个结构到底走哪个结构 有机可循 我说有机可循 我说它再测一次低时间不会很久 你要测明天就测 要测明天就测 这地方如果说它推出去 能够再测一个低再往上走的话 你要测明天就测 如果说它还在那边再回震荡的话 就不会测了 不会测的就是一个 一个先推一小段 然后震荡完以后 就继续往上走 好 这目前这两个结构 你要往上走这两个 目前应该大概就这两个结构会发生 会发生 我们从期货来看 如果期货的部分来 1月5号建高点18546 大盘18619 这个地方这个脉动结束 这脉动一旦结束以后 这个整理到现在还在整理 因为这一段的话17564 就是10月5号就是这个低点 头发这是16162大盘这个低点 是16162 头发这个地点 这个地点你推上去对不对 头发这个结构你一出去的话 它那个结束 这个结束走很久 走很久整理整理很久 这个A B 然后这个一路西下 一路西下到了这个另外17578 封关前 我说这个脉动有机会 这告一个段落以后 开始往上要走到2月10号 B次A结束18340 然后B次A结束 结束它有它完整的架构 12345 5里面12345小坡 B次A结束 再来就是B次B往下 这一往下的话 它又去测试 它破了一点点17506 当然这个坡的当下 当然是风声鹤唳 风声鹤唳 可是我们还是一样主张 大概这个地方其实是有机会 走一个B次C坡的 这是一个整理结构 也就是三段的一个大A坡 三段的一个大B坡 往上的这一段叫做B次C坡 这个架构 这个结构的话 从大盘的一个日线来看也是 这一组 等于这一组结束16107 这是10月5号 16107到这边18546 这个是1月5号 这个脉动结束 就我刚刚叫第五段的推升结束 能不能扩延 因为这个如果能扩延 就是这一段就5-1 然后这个整理完5-2 往上走5-3 那就是今年又持续一个多头年 因为那第五坡一出去 5-3坡可能又是一个5小坡 那时间要走很久 很久晚还有一个5-4坡 整理更久 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最后的喷出段 所以那个时间很久 那都要再等这个整理完 等这第五坡这一段卖动结束 这个整理完之后再表态 时间还没有到 时间还没到 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B次C坡 只是这个整理里面的一小段而已 好 现在目前往上看的是 整理里面的一小段是B次C坡往上 那持续整理的话 你B次C坡结束 还有一个C坡要下来 C坡走完以后才是说这个ABC 大ABC整理叫结束 针对这一段 针对这一段叫做整理结束 当然啦 我说第三个理由是这个比较乐观 这样就简单整理就结束 有机会再往上控 那当然重点就是现在的一个推升 现在有个推动 那等于说你现在推动 到底是53坡已经开始启动了 还是说B次C而已 应该暂时都有机会是慢慢往上推 好 慢慢往上推 当然如果是B次C坡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 这一推出去的话 其实暂时应该是要先拔挡 因为它可能还有一个C坡下来 还有一个C坡下来 好 那C坡下来结束之后 才会下一个脉动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关键点转折 是出现在下一个脉动 出现在下一个脉动 这个结构 大概这比较长线的给你交代一下 好 那短线不管 短线我们先看这一段 你说好 就算那B次C 你这个我说它是17506 最低对不对 2月24它推出去 昨天高点是17942 那今天第一个又来到17758 大概就200点 以这个结构来看这样的幅度 这个是400多点 它拉回来这个200点 再来回去跟震荡 再整理一下 那个结构是相当漂亮的 那我说这两个走法 一个是说它震荡整理完 开始往上走 一个是它有机会再彻底一次 那我说这个彻底的话 这个地方不会整理很久 彻底的话我们判断 那彻底如果说它走 它的结构是彻底 再一次彻底再往上走的话 那彻底大概就明天了 大概就明天 好 那如果没有 它还能够撑的话 这个撑一撑大概就交代完毕 它是就是一个整理结构 这个地方恒台整理完 它是要往上走 我们先短线针对这一段 这是最后一段18330下来 18330是这一个结构 最后一段18330下来17506 这个米兹米结束点 米兹米的结束点17506 那我们现在就重点在观察 这个米兹米的一个架构 那你说这个架构要往上推 当然这一段先推出来 它这个地方势必要整理一下 还算相当吻合整个盘式的一个发展 盘式的发展 那这地方整理一下其实是更漂亮 不管你从期货来看 从大盘来看也是一样 这大盘的小时限 你这三段的下来 然后B字A B字B下来 这个地方先推一小段 然后这个地方整理 再往上推 其实那个是结构上来看是相当漂亮的 那等于是重点就是关键 那关键大概就明天 明天 那明天如果它持续这样整理 其实对多头来讲是一件好事情 是属于一个短线的利多 是属于短线的利多 我说它会测 那测下来是不是也是利多 你测下来如果等于要买了 当然也是利多 所以我说它两个结构 一个是先测完再测一次低点 不管破不破在买方它往上走开始走 对 或是整理完开始走 那其实这两个结构 大概明天就见分小 那不管走 大概答案就会出来 好也就是说你在追踪的一个过程 在追踪整个盘式结构 你要什么时候去切入那个买卖点位 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 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目前盘式结构呢 极短线的部分 当然我们实物操作是以极短线部分 我们跟你谈到说毕之西坡也往上 那个是一个概念 或者说第五坡 五之三坡 开始往上走那是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目前来看是往上走 对不对 好那就极短线你实物去找切入的买卖点 比如说往上走 我赶快拼命就这样 眼睛闭着就追了 你昨天就去追高不是这样子 或者是进右去追高不是这样子 好定调一个方向 好那你那个 譬如说我们现在准备往上找买点 对不对 你他准备要往上 然后要准备找买点 那拉回 然后拉回 你也不用过去追高 因为这个地方势必几短线 还要再稍微整理一下 还要再稍微整理一下 好这个目前短线的结构 大概还算清晰 那走出这个结构 其实算是相当漂亮的 好是相当漂亮的 这是细圈的部分 好那这个结构的话 好这样的话 如果说真的使用线要做短线 好 铃壁之西坡里面 应该其实有点可以做 也就是说利用这个整理 利用这个整理横台 的下缘 利用这个整理横台的下缘 这个选择前这个超级任务 可是这大概只能 没办法比较波段 我们讲坦白话 大概就是一个比较短线的部分 好那这个资讯控管也要做好 对不对资讯控管也要做好 那看期待能不能在 今年开始再冲到一个像这种比较高倍数 12.8倍的获利 18.5倍的 21倍的 或者是这种9倍的 9倍的这种 还有那种这种5 6倍 4 5倍的 2 3倍的 我们都没有提没有提这选择前的部分 有些人去认同理念的 特别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然后我们来谈到个股的部分 那个股的部分 当然现在如果说有机会有个密之西坡 当然很多个股要去注意它的买点 其实可以注意它的买点的个股 其实现阶段来讲并不是那么的多 讲坦白话 特别你在操作股票应该很清楚 很多股票昨天强 你看到昨天强 今天一出去建高点 短线又建高点了 因为整理又整理很久很久 又整理很久很久 那我们是有挑出来 之前有在追踪的一些个股 比如说来3455这个油田 我们12月份也做了几次 也还不错 那我说他那时候从68.6号推 有时候是第三段 推到12.5 大概12.5过年前拉回来 封关那一天1月26号大概93 我说这个新控股票 马上就又会占买方 确实有把它往上做 往上做它从93又涨到117.5 这地方93又涨到117.5 那当然我们也有高出 我们出没那么高11 哎不错 这边117.5 那93有没有它过完后 涨到117.5又拉回来 又拉回来破底 这边也是创高以后又拉回破底 这边也是创高以后拉回破底 所以我们就判断它其实 应该是一个整理形态 是一个外扩的整理形态 其实这在之前还没形成以前 就大概有跟你预告 我说这两股票3455的油田 很有机会它那一段出去到117.5 不是一个推动 而是还在整理架构的一个 什么外扩的上缘 果不其然它又下来 有没有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 比较标准的一个整理结构 当然像这种结构比较麻烦 老师这个如果真的来下来 再破一点点底 可不可以接受 还是可以接受 还是可以接受 345油田 有没有 那这个结构 那昨天昨天表现是不错 这个量92.1有没有破 有93 之前这到117.5它拉要破 这个地方上去破高点 它下来又破这个地点 很标准的外扩 那当然这边有一组 那这个整理 这边又一组又外扩 所以有机会还有第五组 第五个卖动 还有第五个卖动 有没有 还有这个第五波 还有这个第五波 这是345油田 昨天是表现不错 昨天涨了8%都拉104.55 哇它今天又再来测一次 它今天又来测一次 然后95.2 还是又拉回来红盘 102.5来102 最高还是来103.5 那我们看头发这种结构 这一段你看它小时线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结构 它这边有一组 然后这边最下来有一个 它是1234 然后5里面有一个12345 其实这个细微波还算清楚 那也越过下降压力线 短线的部分 所以这个卖动其实是有机会 譬如说落底 或是说走五小坡 那你走五小坡以后 这个地方可能需要来回震荡一下 来回震荡一下 那要走再往上走 这是三四五油田 小时线看来清楚 那日线的话 你看它接一个影线很长 它又收回去嘛 所以这个结构 当然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启动 其实这个有时候 它会多整理几次 这我们也没办法 可是就是它有一个 比较中线的架构 你要先清晰 要先把它拧清 说这个中线的结构 其实这个高点 117.5这个高点 其实是有机会越过的 也就是说我讲的所谓的什么 第五个脉动 第五坡 第五坡 因为这个地方是第一坡 然后这个整理 因为这个地方不太没有量 所以这应该是恒台式的整理 整理完以后不规则一个整理完以后 又推出一段 那这一段以后 老师说一二三四五 这个五应该不会那么短 我们一直判断说 它应该就是一个外扩三角形 它就是一个整理的形态 好那整理形态完之后 应该有机会有这个叫做第五小坡 第五小坡 这三四五的油田 三四五油田 好 那我说四九六一这个天域 其实它这个整个也是 我们规划 它有机会从这个地方往上是 只是一个整理架构而已 就是三段的一个A坡 这三段一个B坡 B字A B字B 这一段就B字C 我们也没有规划 它能够有机会 它出现一个推动 比较没办法 因为毕竟它的整个草码结构 确实整个融资是高了一点 可是因为后面的营运动能 营运动能确实强劲 还不错 还不错 所以这种四九六一这种天域的话 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也判断 它今天也没什么动 没什么动 就在黏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也判断说 这个地方很有机会怎么样 以盘代跌拉过去 它真的也是跌无可跌 它真的也是跌无可跌 它的营运动能 第二季十块 第三季也是十块 第四季应该也不差 你自己去算 你自己去算这种EPS 然后现在股价才220左右 220左右 对不对 那这个结构就我跟你谈了 说前面它有推了一段 这一段已经结束 不管 这结束很久了 这结束很久了 从去年的四月就结束了 它一直在整理 有没有一直在整理 那这整理就很简单 一个这个三段式的A波 那一个三段式的应该B波 所以这B自A B自B 应该这是B自C 当然这个B自B 比较麻烦 我们讲坦白B自B 有时候它给你下来 一点点再开始走 都有可能 不管反正方向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B自A的方向往上 这个B自B的方向是往下 它结束之后 当然这个地方有时候随时结束 或者它在一个小低点再结束 都有可能 B自B的方向是往下 你就注意 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B自C的方向 它是什么 它是往上 它是往上 是这样的架构 所以那个结构 理清你就自然之后说 它接下来 它准备有机会走哪一段 当然或许那一段走之前 也许它有时候整理时间 会稍微拉长 稍微拉长 这是4961的天域 这4961天 其实整理也蛮久的 好 那另外我们从上礼拜 有跟你一直追踪地润的相关族群 包括它的上中下游 都一变有在追踪 那之前是因为有谈到说 整个Fresh的部分 小摩看得很好 大摩看得反而没有那么好 可能供给过剩 那我们有举一些例子 我们有实际去给它探讨 确实大小摩 它在南雅科的部分 跟这个望虹的部分 不管是当天大摩发布消息不好的 那天是2月21号 或是说从新中抗盘盘 2月7号到2月11号 这之间的所有的买卖超 确实大小摩都是权力的大买潮 包括南雅科 包括什么望虹 确实你看 等不过望虹的 望虹它实际公布出来的那个数字 真的也是表现可圈可点 等不过望虹它第四季是 实际赚2块钱 1.99 还有一点业外损失 都没有 2块钱 这个比较 因为业外损失5000多案而已 所以这很少 对不对 2块钱 第三季2.93 没有2.99是因为它有一笔业外损益 这比较大 这比较多 这26亿 这个你不要小看 这很多 所以你这个比扣掉的话 其实这没有那么多 可是这个你看它第四季 这个40亿 这个都实际赚的 将近41亿 2块 EPS 2块 233决望虹 当然现阶段的一个个股 不能纯粹去看EPS 本益比股低就一定会涨 也未必 因为确实台股真的是去年度来讲 表现真的是相当的亮丽 很多EPS 你看你看我们刚刚讲的 四九六月天 因为都40块以上 都40块 40块 40块 股价都200出头 有没有 上网市的敦泰也是 航运的也是 都大赚钱大赚钱 可是它的股价却都怎么样 那本益比都在各位数的 都是在各位数的 所以当然说老师现在分析了 说他现在赚2块钱 我以前常讲2块钱的 单季2块钱的EPS的话 其他股价正常 如果是一个高原期的股票 没有大幅度成长 也没有大幅度衰退 那种持平的那种 正常股价要在100块左右 100块 因为你一季2块 一年就8块 本益比12.5倍 如果是高度成长 当然就本益比会给更高 也许市场给更高的本益比 甚至到两三百块都有 那甚至有点小衰退的 你说一年赚8块钱 或许本益比可能10倍而已 那就80块 也都还OK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 旺宏市现在是40几块 现在是40几块 总共是40几块 所以这当然相对是偏比较低估 对 偏比较低估 那确实它表现 你看它的毛利 尤其是注意看 你注意看它的毛利 头发那个毛利的话 那真是都大幅度的上来 47% 这42 39 34 32 3 有没有 都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南亚科也是 头发南亚科 南亚科虽然因为它比较大宗 虽然说它也是只有赚2块 可是它有给别的比较高的本益比市场 好 有没有 这49 将近50%的本益比 以前没有2 30% 2 30% 所以这个部分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 我一直强调 那种当某一类股的一个消息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也是说多空都有 消息特别多的时候 其实是有机会 有一个波段的行情出现的 当然这过程在起场前 可能会出现分歧震荡一下 那我们当然拭目以待了 目前的结构表现也都还好 也都还好 南亚科这个我们是主张这个是一个出生段 然后往上 南亚科 旺宏也是 我刚刚等一下讲 华邦殿也是 这个结构 这三两个结构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好 那你看 这个旺宏这一段它已经走完没有问题 它也拉回来这里 也都差不多 那如果能够撑在这边随时都要往上走 前面这个我们是定在它这个出生段 2 40 半南亚科也是这个出生段 然后这是三之一的结束拉回来 这附近都刚刚好临界点 好 那你微钢的话 微钢这个部分我说至少有一个细坡 没有问题 因为它这个地方整理人比较久一点点 比较久一点 那细坡里面可能再去发展 如果能够推动一个12345小坡 那你3260的微钢 其实这个结构也算相对强 也算相对强 这个一个多头结构 我们纯粹就短线来看 那其实它今天表现也还不错 我这边等于是拉尾盘 一路拉上去 一路拉上去 这3260的微钢 3260的微钢 那当然今天表现比较好是 这群人今天没有办法 金豪科 3006的金豪科 今天表现是特别强 今天拉到几乎 几乎快涨停了 拉到几乎快涨停 3006的金豪科 那也一样 这个结构 当然这个金豪科 这往上我们定调 它只是一个什么 因为整个结构 如果这个结构 这一段杀下来 这个A 这个B 但我们也定调 它只是一个这个细坡 细坡 并不像我们刚刚讲的 南雅科 旺宏 它是有机会 它是一个从出生段开始走 从出生段开始走 其实同时你可以 从它的一个毛利就可以 纹绣到一点端倪 好 我刚刚 你注意看南雅科 跟旺宏的毛利 那你再注意看威刚 跟金豪科 它不太一样 头部不太一样 好 那其他我不再追溯了 你说这个创为 我们一天到晚在追踪 那这一段出去 我们那时候没时间 不再讲 不再追溯 旺宏创为 有没有机会再扩研 有没有机会再扩研 来 这经济波浪战法 这有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 欢迎来电恰询 把它拿回家 先把它研读清楚 如果想要再学更深入一点 这个年度的技术班 也欢迎来电预约 年度的技术班 我们先休息一下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迎在 股市的起跑点 咨询专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卖鱼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 好看我在这儿 即日起身装运达 运达头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 就对了 回到节目现场 差不多这个地方 昨天先推出来以后 它这个地方先 今天先稍微相对高 震荡一下 是处正常 那整个细维部的脉动 刚刚上半段也给你解析过了 它大概就两个结构 两个结构的一个走势 大概明天就见短你了 很清晰 那结构清晰以后 你自然怎么样 就容易来应对进退 认同理念 跟上我们的脚步 今晚半段站 就有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 也欢迎来电洽询 那如果有兴趣 再学更深入一点 尤其这个形态危机 这个精准定位 好 把它学起来 也欢迎来预约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同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这些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独立则 优优独立则 創意比才竟在运通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資訊專線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交通部觀光局局長张錫聰 防疫旅述提供民眾安心隔離 与检疫的場所 请入住民眾 一起来配合防疫管理措施 入住防疫旅述前 请主动出示居家检疫 或居家隔离通知书 入住期间非紧急状况 请不要离开房间 并请自行清洁房内环境 将垃圾打包